妻妻厨房今天煮什么汤 下枯草土腹苓瘦肉汤 经历了几场雷雨之后 小鼠随着高温如药而止 夏天正式来了 按老人家的说话说就是入伏 接下来的天气会越来越热 所以今天我们就用广东孖子 凉茶必备汤料 下枯草来煮个好汤 烧热解暑又营养 食材有下枯草3克 土腹苓3克 瘦肉150克 下枯草含果酸、维生素、 森物检及水溶性无基盐类 对有害细菌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可以防止机体免疫功能受到抑制 同时有利于我们身体的水循环运作 土腹苓之前我们也介绍过 它有抑菌抗炎的作用 两个搭配一起煲汤 可以好好地对抗炎症 有清肝火、散屈结的功效 做法 药材浸洗、瘦肉提前出水 将所有食材放入煲里 加水 加上盖等60分钟 最后加盐调味 夏天到了 平时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 特别是小朋友 他们大多数都没有养成补充水分的习惯 多点喝汤水就营养又解暑了 今天的靓汤推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这里的汤 就多点点赞和转发啦 再见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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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